范冰冰痛哭谢罪!阴阳合同外谢报逃税!直言年轻不懂事! 大陆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近日在微博爆出演艺圈中优助阴阳合同的潜规则,并指出许多影视公司及此逃漏税,更点名范冰冰就是其一,因来大陆无息地税局因而展开调查,崔永元更在受访时表示范冰冰在电话那头向她痛哭道歉。 据大陆媒体报道,崔永元先前大动作列出多张合约书,声称范冰冰演语部系签订会两份合同,一份1000万,约台币4700万,的公开合同,另一份是5000万,约台币2.4亿,的隐秘合同,加起来最终收入一共6000万,约台币2.85亿,但只按1000万,约台币4700万, 报税 崔永元疑似是不满2003年由冯小刚指导,刘振云监制的电影手机剧情影射自己,近来冯小刚又宣布要再拍手机啊, 让崔永元因此和两人闹翻,就连誓言女主角的范冰冰也受波及,更导致冯小刚握有股权华裔兄弟以及范冰冰投资的唐德影视股价下跌。 事后,崔永元受访时表示,范冰冰跟她通电话,并向她痛哭道歉,解释自己当年年纪小,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直言,很难受。 范冰冰保签阴阳合约逃漏税,传入官方正式介入调查。 大陆女星范冰冰在1998年穷摇夯剧《环珠格格》中走红,之后评级驻精湛演技,出演不少经典电影、电视剧,稳作一线女星宝座,人气爆棚。 数了人红是非多,上月底他遭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公开合约书,曝光天价片酬,甚至被其底演戏合约签了二份,被称大小合约,阴阳合约,事后范冰冰工作室也在第一时间出面赤膊,无奈仍引发风波,遭日疑辞局恐是伟避税,近日大陆官方也已开始介入调查,掀起话题。 崔永元在上月底接连发文套红范冰冰,先是讽刺范冰冰真敢领取国家精神造就者奖,之后更大动作贴出多张合约书,直言,猜猜猜看,一个人演绎出戏,为什么要签两份合同? 称范冰冰签下大小合约,其中,公开的为1000万元人民币,约4700万元台币,的小合约,另一个是高达5000万,约2.4亿元台币,的大合约,加起来才是最终片酬6000万,约2.85亿台币,还强调它只在片场演了四天,消息曝光后瞬间引发讨论。 事后,范冰冰工作室发出声明,怒斥崔永元公开发布涉逆合约,以涉及公然如如写破坏商业规则,要求删除侵权内容及散播不实谣言,强调将保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无奈事件已引发关注,事隔多天,有媒体报道,由于范冰冰工作室位于无锡,目前无锡市冰湖取缔税局已经进入调查取证,相关后续则将由税务机关发布说明。 另外,也有法学专家指出,范冰冰若涉嫌逃漏税,将会被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则领补缴并较至纳金,至于涉嫌犯罪部分则会移送公安机关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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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